OK,so我们的css有了过后,我们自己create一个class 我叫做banner 现在再一个点了 然后我们调宽度高度 OK,通常banner我们的宽度一定是100%的啦 所以想都不用想 %100 OK Hi 放一个400 OK,收好了过后,高度宽度有了过后,我们随便放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band在哪里 OK 这是我教你们用比较容易的方式做 我们叫dome出来,把dome叫出来 有吗?有啊 OK,在dome里面我们不是看到咯 我们有html headbody,body里面就是div 所以我们的design一定是在body里面的 所以我们该create一个div嘛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边 加我们的名字 banner panner 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在这边select嘛 如果有很多个程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这边select 自己加 OK 好的的话,这边browser width 我们先调一调 是366x768 这个 所以它会跟着我领域的宽度来做 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自己customize edit size 到自己加 那好了,过后 我们现在做按钮 Navigation在下面 我们去dome 所以我们知道banner下面就是按钮 所以我可以按一个加 跟它讲after 我要放在banner的下面 after 所以它就出现div 来 那我要几粒 按钮了 当然按钮我上次教过你们的 你们可以自己放 去 代表去sql 直接用URLi做 如果它没有dropdown的话 如果有dropdown的话 就比较麻烦 我们就dropdown dropdown 用到去改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假设 今天我要的按钮 是四个格子 OK 基本上你们都可以用格子 你们可以用URLi 把格子拿出来 OK So 我就 就可能开四个格子 一 二 三 四 OK 但是你们真的做button的话 是不需要的 你们可以用URLi 或者用dropdown的方式来做 OK So 这个四个格子有了 不过后 一样 它要 它要是那个 啊 啊 我们要setting它的class OK class 我放but 按了but OK So 这个but 可能是 可能是 我要它的 点色 嗯 深色 深灰色 每个格子的宽度 是 100 高度 80 就好 OK OK 然後我们去Dong 把这个 塞下去 把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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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 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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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然后再去CSS把字体的颜色分成白色 现在我们的字体靠到左上很难看 所以我可以暂时把我的height调掉 我不要设定高度 因为在字体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叫它跟着高度排中间 但我可以叫它去align中间 但上下的时候这个高度我没有办法叫它去中间 没有这样的comment哦 所以我暂时叫这个div的高度 delete down 我不需要 我可以用padding ok 用padding 上下是一样的 我放一个15px 这个就是上和下 但是我不要 左右我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放15 然后0px 所以左右没有 我只是要上下 所以我这个padding就会推我的自己去中间了 因为上面是15 下面是15 我的自己就在中间了 ok 现在有几个问题了 我的button是跟着直直排的 所以我之前有讲到positions div的里面它原本default 如果我没有告诉它 从左边排起或者右边排起的话 它都是上到下排起的default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去layout 怎样改 look left嘛对不对 就跑上去了咯 就拍拍做了 左右上 从左边开始排起 所以我现在要包住这四粒按钮 后面放一个深灰色 这样我的整个的那个按钮的delegation 比较好 看它会突然间拍摄 然后破洞 就是这个空间 ok 怎么做 我们就做了去动 ok select这四粒按钮 然后 这边有个加 告诉它说我要包你 它也没有遇到选择的 就是wrap 就是wrap wrap ok 这个我们先不要放名字 我们先enter先 不要放名字 因为我们没有create class 然后去cssdesigner create class 我叫做navigation nlb ok 大家写可以放棵的 然后 我去background 颜色 按ice drop去c这个颜色 ok so我要这个颜色 然后 我的宽度是多少 100% 所以一样用回8 因为我要跟着螢幕的宽度 然后去动 assign 把这个div 变成navigation nav enter ok ok so我们的navigation 先包住这四粒 但是还是没有颜色 对不对 viral应该这边是有整个颜色的 哦 因为我这边用 float left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这个navigation的 这个class 也是一样 我把它变成float left so我这个颜色出来 如果没有float left的话 它不知道 它跟我的里面的那个 不是同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就包 它不知道我的高度是多少 其实有包 刚才那个有包 只是高度 它不知道是多少 因为我们没有设定高度 看到 这边都没有hide 我们的hide 是因为button button的这个 padding 推出来的 哦 所以navigation 如果我的button是float left 它就要float left 看一下 整个size是怎样的 ok 接下去我们在它的下面 ok 最后字体 ok 这个是基本的了 像最难的部分 现在 我不能e-lobal的padding 你也可以e-banner的padding 是 好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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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ogo我放 FlootLeft 我的Banner放FlootLeft 用Relative跟Absolute 来做 Relative跟Absolute 所以我现在去我的Doom OK 我先把 所以我先去CSS 我先把我的Banner 的Margin大概推下来 因为我要我的这个红色 等一下在这个上面 盖在这个 盖在这个 然后 我这边就有白色的空间 可以给我放我的Facebook Facebook logo 或者电话号码 所以我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OK 灰色我已经推下来了 所以这个白色的边上面 可以给我放别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Logo放上去 So 这个红色的这个Logo 我就得要告诉他 我就不能用 FlootLeft OK 我就要用Positions 来做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我的Banner的Positions 这个FlootLeft 暂时拿掉 所以我Banner的Positions 如果是Relative 然后 我的Logo 变成Absolute 就可以盖在上面了 OK Absolute过后 我们还可以调什么 调Positions 对不对 所以我Positions 我的Top 如果是0的话 OK 他应该会跑上去啊 不会跑上去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他这个红色是黑色的孩子啊 所以他在灰色的里面 最上面也是这个灰色的这个顶段啊 所以应该怎样 去动 把这个Logo 先拿出来 不要放在里面 所以 推出来 OK 把它放在 Banner下面 OK 所以我的红色 就盖在它上面 因为 我用这个Top OK 我这个0啊 看到吗 如果没有放0的话 你看掉下来了 Positions as look 如果我告诉他0的话 他就去找 螢幕 螢幕的顶端的0点 一样 左边 因为我的现在这个 左边有放一个Margin 所以我还可以这样推 哦 所以如果你的左边也是要完全靠0点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告诉他0 但是我这个Margin可能就没有了 哦 所以我也可以用这个Positions 来推我的Logo 这样子的话 我的Design就被他们盖住了 OK OK 我们继续做在 做下来 OK 我们的Content Content过后 内容过后 我要 我要 加 加多 三个孩子 哦 Sorry 不是孩子 OK 我要加 三个DIV 1 2 3 OK 三个 So 这三个 的 css 我叫做 picture 02 所以 第二组照片 然后它的 框 我放 400 100 颜色 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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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Dong assign picture 02 这三个都是 一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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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会发现到 我的蓝色跑到灰色上面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做layout 所以 css picture 02 layout flute left 一样还是拍拍错 flute flute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这个东西 拍拍错 因为我的字体到这边就断掉了 所以我字体下面是有位置 有位置它就会跑来这边 400x400 400x400 然后这边不够位置了对不对 它就掉回来 然后会给这个黄色顶掉 它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so我要怎样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ok either 我的字体的高度应该要跟我的 橙色的那个picture的高度是一样的 就是200 所以我可以去我的content hi 我不能放auto了 我要放200 不然我推不到蓝色下去 好的 所以你看 ok 我蓝色掉下去了 对不对 那么我告诉我蓝色从左边排起 所以你会发现到 会吃到很左边 它没有错了 从左边排起 我先要移去中间这么移 我先暂时把蓝色这一块东西 的margin 挑一个 10 因为我要这三个格子 中间要分开 这样比较好看 过后 因为 在这个class里面 根本没得好设定 说 你要往中间排 它只有left orright 我放right的话 跑右边 所以 放给left 所以我告诉这三个格子 我去动 我必须 开多一个大格子 包着这三个格子 包着这三个格子 so right tab 然后我可以先命名 这个叫做 bigbox bigbox for picture 02 OK 你们可以自己命 你们自己懂的名字 所以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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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命名的程序 你们就不能乱 不然以后你们会有bigbox 太多名字一样 就会 等一下会读不到 bigbox bigbox picture 然后我去css 一样开多一个叫做bigbox 我一按它自动会帮我写的 所以ok咯 我就是要bigbox picture ok bigbox picture picture2呢 就要去计算 这个picture2的宽 所以这个picture2的宽度是400 三个的话就是 432 1200 1200 每一个格子的margin 外面还有一个10 所以基本上一个格子它占了多少位置 410 400 加margin 懂吗 所以410乘3 1230 所以我要告诉这个bigbox说 你是123 bigbox2 with 230 得 ok 所以我的大格子基本上包着我的这个蓝色 然后我必须告诉这个大格子说 你的margin的左边是off-door,右边是off-door 它就会把它这三个人带去中间了 看啊,带来中间了 我的蓝色 做最后的调整啊 其实还是不准的啊 我在这个大格子里面我放一个颜色 浅灰色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大格子 clickbox2 浅灰色 background ok 然后我的颜色出不来是因为我没有告诉它 因为我这三个格子都是flute left 但是我不可以用flute left 原因是我一按flute left的话 我的中间这个它就不会跟我带过去了 所以我必须要给它一个高度 所以我暂时把我这个灰色的格子的高度 我拉出来啊 ok 大概拉出来 这个bigbox 我高度 ok 所以你们看到我的bigbox在上面啊 ok 所以这三个格子基本上是被它推下来了 被这个推下来了 因为这个的position 这个灰色的这个跟这个不是同个类型的 它是一个是flute left 这个我是用左右对称 然后它没有flute的 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开出来呢 原因是 其实我们要算 你看我这个灰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纸线 拉直到完的话 其实 我这边有一个十个pixel 也就是说 其实我的左右是不对称的 这边没有十个pixel 我这边有一个十个pixel的白色 那么你会发现到我的右边 基本上比这边多的是一个十个pixel 明白我说什么吗 所以基本上是错了 但我又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大个的格子 减 减 1220 因为如果我放1220的话 这个东西 蓝色会掉下去 因为不够无聊 所以我必须要放 还是一样1330 但是不对称 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还记得我们的button之前有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lashchow的吗 我要加多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lashchow 这个lashchow呢 我要告诉他 你不要有margin 就只有最后一个格子 不能有margin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我只要有 第一个格子有一个十 第二个格子有一个十 我就看到白边了 那个form 第三个 需要吗 不需要了 所以把它拿掉 所以第三个box 我要它有一个lashchow 怎么做 开多一个 这个class 可能我叫lashchow 最后一个 lashchow 然后这个lashchow 去设定margin等于0 so你们看到这个是灰色的 不算的啊 so有些人告诉我 它原本就是0啊 错 它是没有 select 当你select它是0的时候 enter 这个pixel 这个字变成深色 才是有变成0的 才是写出来了的 灰色的话是没有的 它没有写到 所以我告诉它 右边 不要有margin so这个lashchow 要给谁呢 给最后这个格子 所以select这个 最后这个格子 加 加多一个class 所以我们可以放两个class在里面的 然后跟它讲lashchow 所以基本上这个格子 就不会多出一个margin了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bigbox02 放1220 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比较对称 所以我这个灰色现在 跟大家平行线了 平行线了 这边就对称了 明白吗 好 so如果我不要让我的这个蓝色太靠近上面的话 你自己在你的picture2 一样用margin 推咯 推下去 so 你就不会跟你的这个很靠近了 然后我再把我的bigbox picture2的背景 黑色 灰色 所以我这个比较正常了 所以我蓝色的格子上面我放一个margin 我下面放一个margin 我的picture2 39 所以我整个layout 就会有一个分件 ok 可以做